好 接下来政治焦点 来看到司法院和法务部 今天来到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 关于法务部眼底推出 无期徒刑分级制 到底长期情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叶婷 叶婷 日前大法官是做出了 这个死刑是没有违宪 但是是限缩相当多的一些规定 也被外界质疑 是台湾现在是正式进入了 实质废死的阶段 只是现在法务部正在眼底 修订这个无期徒刑有分级制度 带你听一下法务部长的最新说法 因为我们大概是 整个一个无期徒刑 可以做一个成绩化的一个区分 我想我们等一下会在寻导的时候 我们会来跟大家来做解释 所以会有终身监禁的可能性 终身监禁这个是我们会在研究 所以具体上怎么来划分这个刑期上 法际来质疑说会不会这个执行上 有点困难 应该怎么样来清楚的话 这个我们在研究 我想我们也提出那个草案 现有的有期徒刑制度本来就应该要拉长 那它的科学依据是因为我们现行 国人的平均余命是不停地在拉长 那现在已经平均余命 已经到快80岁上下 那至于自然说已经到80岁上下 我们用了有期徒刑的刑度的上限 就不应该跟以前一样 所以我从去年开始我就主张 有期徒刑上限要拉长 那第二个就是无期徒刑 要把它改为分成不同的等级 让法官在下裁判的时候 他有一个选择权限 而不是说现行的无期徒刑 相当于就是等于25年有期徒刑而已 那再下一步就是死刑 中间毫无任何的刑度可以选择 好 像是检察官出身的 国民党立委吴宗献就说 因为现在是除了死刑 还有25年徒刑之间 是没有其他的刑度 可以让法官来做出选择 也因此是呼吁法务部 能够尽快的回应民意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这把先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